很难相信,即使是最简单的活动对孩子来说也是非常有益和有趣的 16个月大的Lio喜欢玩牙签,一次可以玩几个小时 这个活动非常简单,但对手眼协调,深度知觉和精确运动的灵巧性都是一种很好的锻炼 把牙签穿过小孔的游戏能够提高孩子的注意力 当Lio成功地把小小的牙签穿过小孔时,他高兴极了 随着孩子慢慢长大,这个游戏也可以变得更加复杂 比如可以用牙签搭建几何图形,还可以用牙签教孩子数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